打擊率 那你覺得那些內野手是傻瓜嗎 其實就像剛剛鄭總有提到的 對 那其實對一些內野手 之前這個守備也是大家所讚賞的 回到場上這一球 一樣打擊出去 是兩出局 一樣是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那每次每次發生的 可能就是左打 其實真的 這個以他變化球 然後好像還不會怕 是 那右打者要打是相當的不錯 對 這一球 背號72號的張偉謙 這一球出棒 落地形成安打左外 上到了一連 這一球 是一個內野上方的飛球 有機手 鎖定 這個球很危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畫面 你看半鐘之後的畫面裡面 其實 去看到那個球的位置 我們看到場上 有機手接到之後 快傳一雷 選手他的接球是主動 你被動 所以這個細節 真的是場戰 你注意 哇 這一球棒子都可以打斷了 球在左外野 欸 是在一個游擊後方的 但這個時間 哇 才剛說 這一球打擊出去 落地形成安打 滿雷的狀態 第一分回來沒問題 第二分 也回來 這一球 哇 這次這目前會造成夾殺 余孟奎一個跑壘 目前是一個夾殺的狀態 哇 這個夾殺持續滿久的 還假裝要傳 哇 現在是一個 哇 球傳到三壘 哇 直接球團 直接對著一個 夾殺的動作來講 這個 真的不應該 是 因為我們在 基層在教小朋友 做這個夾殺 頂多 讓你三次而已 是